最近很多朋友们经常问我们说 Mike 你知道什么是杠杆交易吗 或者说在金融市场中 不论是做股票也好 还是买黄金也好 用杠杆它到底是不是好事呢 那今天其实我们就来聊一下杠杆是什么 其实说到杠杆的话 很多朋友们相信都会有一种陌生感 但是如果我们把杠杆说成买房 那相信99%的华人朋友们一定对此并不陌生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生活中运用到杠杆最多的其实就是在买房 我们都知道我们买一套房 平均每个人支付的首付通常就是在20%到30%左右 但实际上银行是借给了你剩下的70%到80%的钱 换句话说的话 也就是你使用了是5倍的杠杆来撬动了这个房地产市场 所以说绝大部分人在一生中相信都会有很多贷款的经历 其实贷款它就是一种杠杆效应 那么在金融市场中呢 其实杠杆效应那就更加流行和普遍了 从我们知道著名的巴菲特到普通的小散户 其实多多少少都使用了杠杆来进行买卖或者是交易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些澳大利亚的知名银行股 例如像币和币托和联邦银行 以联邦银行举例 它现在的一股的股价已经超过了100澳元以上 也就是即使我有1万澳元的现金 也只能买小小的100股联邦银行股票 所以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 他们都会觉得这个股价过于高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适当的杠杆 比如说一倍 比如说两倍 那这样的话呢 投入的资金就会比原来少整整一半 甚至于多70%以上 我们只要确认像联邦银行这类的或者是大的上市企业 它不会像你购买的房地产一样 瞬间在第二天倒闭 那么实际上使用适当的微弱的杠杆 甚至于像房地产一样 使用的是三倍或者是五倍以下的杠杆 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 都是一只可供选择的道路 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好的也要说不好的 在使用杠杆的时候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它所带来的风险 换句话说的话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五倍的杠杆 那么同样 它所带来的收益和潜在的损失 也是五倍来计算 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用这个钱来买房 它的损失可能不会太多 如果我们同样以房地产为举例 如果是一个一百万的房子 我们首付为二十万 这个时候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十 也就是下跌从一百万到九十万 亏损为十万 实际上如果对比一下我们的本金的二十万 我们的损失就已经高到了百分之五十 只是有很多普通老百姓 或者是咱们普通人 不是非金融专业的人 都会觉得房子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那么相对于来说 金融市场比如说是股票 不论是一百股还是一千股 它所带来给你的 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手机APP上的数字 或者是银行发来的股东确认信 所以说很多人咱们一下子 是接受不了在房产以外地区 使用到杠杆 但是我相信 不论是咱们做生意也好 做投资也好 适当的杠杆 对我们的收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依然需要在确定好风险的情况之下 使用适当的杠杆 杠杆在我们的生活和投资中非常常见 这根杠杆送给你 希望对你的日后有所帮助 我是GoMarketsMag 如果您对于金融小知识有更多的兴趣 欢迎点击收藏 以及转发我们的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